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因为建设增加 有很多制度的调整变得更加的宜居 这表示国防民众有发展 青椒马青植很多东西建设 包括青植国民的东西 海洋生态馆 滨海桥 还有黑风山共云种种的建设 从花莲搬来成为第九万名 加入清水大家庭的小朋友 开心的收下妈妈市长 送的家电大礼 师傅特地举办庆祝活动 并选出第八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名 到第九万零二名 共五位新涉及在清水区的民众 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至所谓入住清水 是因为本人目前在空军清源钢服役 我是九万零一位民众 对 那我是本身是清水在地人 然后觉得清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先生台南人 所以我就带着他嫁来清水 这几年清水其实进步还蛮大的 对对对 就是很多东西 是以前所没有的 花锋一转被问到山手县 拆成三案 中央无法全额负担 要求地方政府协助出资 市长卢秀燕这么说 我们愿意来协助 可是我们希望这个金额 能够低一点 怎么贪 那大家可以贪 市府推动各项建设不遗余力 打造宜居城市的同时 也带动海线人口正成长 让人看见新好台中的魅力 为了优化学习环境 增加停车空间 台中市府将神钢国小 使用近50年的活动中心 拆除重建 并开辟地下停车场 中央和地方共同编列 1亿6千多万元经费 规划55个汽车隔位 预计在115年底完工 第一产 开工顺利 景传向下一挖 神钢国小校内的地下停车场 新建工程正式开工动土 那因为神钢国小所在地 就是我们台中市神钢区 很重要的市中心 那这个地方它本身有大量的停车需求 再加上家长接送 教职员工的使用等等之类的 还有附近的民众 所以我们一并的提供更多的预算 它除了上面要盖这个活动中心 大型的室内场馆以外 地下室我们要开挖座停车场 为了增加附近居民的停车空间 再加上神钢国小创效百年 活动中心使用将近50年设备老旧 超过使用年限 因此市府就结合停车场的新建工程 一并办理活动中心的拆除重建 中央和地方投入了1亿6千多万元的经费 新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的建筑 融入在地历史农村文化 结合环保永续的元素 预计在115年底就会完工 城阳国小的体育馆是成立民国64年 那使用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 那因为经过那个结构鉴定 其实它有安全之余 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拆除重建 然后未来我们的活动中心里面 会有六面的羽球场 两面的排球场以及一面的那个篮球场 那未来再提供学生的一个 不管是教学或者是比赛 那可以提供学生最好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个停车场 大概会有55个停车位 那提供附近居民 不管是洽工或者是 未来那个 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使用 未来完工启用后 将可提升师生的学习环境 也能让民众停放55格的汽车格位 提供更便利更舒适的停车场域 增气减煤就空品 台中电厂的两座燃气机组尚未完工 现在台电又要增加四座 今天在地方举办说明会 是一会国民党团及立委到场抗议 质疑台电还要在台中港 盖四座天然气除气槽 根本是把炸弹放在自己家 明代居民大喊抗议 台电举办台中电厂第二期 新建燃气机组说明会 预计再盖四部燃气机组 并在台中港新建四座天然气储存槽 引发地方疑虑 今天当然要支持 就是说把我们的天然气来发展 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第一发展以后 我们的这个商团基础慢慢地卡住 第二我们要安全 我们不需要让你们再来天然气除气槽 大家不敢来港口堂 怕去让它气团来迫车 地方忧心忡忡 台电两座燃气机组尚未完工 现在又要增加四座 地方难以接受 台电回应 等新规划的燃气机组上转后 会将六座燃煤机组逐步除一转为紧急备用 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 也要让我们大家警告烦恼 虽然有保分修灰队 华雕 但是二氧化碳 油丸会参生 所以我在这里期望 我们今天 我赞行大家 要将灰队和华雕 要蒸汽减霉 但是呢 我认为说 还有一条 不增量 应该我们中部地区发电量 差不多750万千瓦 还是800万 我们中部就有够用了 我们不需要发电1250万千瓦 地方上的用电 工业区的用电 我们台中市 所有市民 工业要来设 不够用电 这个工业用电 我们的地 我们的住民 要怎么照顾 台电表示 会在与地方协调 并在环评报告书中 仔细说明 只是目前台中市 每年用电已达271亿度 未来台积电设厂 势必再增加需求 要电也要住得安心 这难解题 还有一段路要走 台湾市新融焚化厂 使用超过22年 4月到7月 进行双炉整修 预估每天将减少 1300公吨垃圾驱化量 市议员要求维持准点率 别让民众等太久 对此华报局采取转运 车辆调度等方式 让准点率维持在95% 位在中立区的新融焚化厂 已经使用超过22年 由于炉体老旧状况不佳 去年10月展开整修 今年4月到7月更是双炉同时整修 薛院学期万在定期会上呼吁 维持准点率 别让民众等太久 我们去盘点了这个 我们垃圾车的准点率 也跟预言报告 这两个礼拜 准点率达到95% 当然有些的区域还是有大概9成以上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95以上 那对于这个有会 delay超过20分钟到30分钟 我们有个因应的措施 我们请各中队一定要加派 第二部的接驳车 也就是说你第一部可能垃圾满了之后 会运送到也埋场或转运站的时间会比较久 马上会有第二部的接驳车 UV的车马上接上去 那这样民众才不会等垃圾车的时间等太久 形容焚化厂双炉同时停炉 造成陶温市每天减少1300公吨垃圾去化量 虽然陶温市第二座焚化厂 深职能中心也在运转 但是每天只能去化500公吨垃圾 市员黄万如呼吁 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陶温市民都在关心这一块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停炉2.5个月的时间 我们除了启动我们的转运站 就是让民众等垃圾车时间不会太久 转运站第二天 我们就把垃圾转运到我们的掩埋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用跨区域合作的方式 其他县市来帮我们处理 我们目前没办法处理的垃圾的部分 环保局表示 这段期间会先将垃圾送往转运站 暂时放置 隔天再送到掩埋场 并透过跨县市互会增加垃圾去化量 更建议民众多运用垃圾车APP 掌握垃圾车的抵达时间 改装车发出噪音 深夜扰人清梦 台湾市政府环保局执行净逃专案 10个月以来告发率达54.6% 但是市议员认为成效不够 督促加强力道 更建议扩大经费来实施 深夜时段改装噪音车呼啸而过 影响民众睡眠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市愿于北城在定期会上关心 净逃专案实施成效 督促加强力道 建议除了向环境部申请经费 更要编列市政计划基金 扩大经费实施专案 与靖逃专案这么严重的状况 其实有改善 但是民众的反应并不如预期 因为深夜时段依然有改造车辆呼啸而过 尤其在桃园区的几个重化区 非常严重 那么如果要用环保局的人力 跟警察去配合 不断地去稽查 这劳民伤财会很累 所以我觉得做法双管齐下 第一个就是从源头把它切断 第二个就是加强取缔 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拦下来 拦下来它万一摔倒 出了人命 又是我们桃园市政府要负责 桃园市环保局去年6月启动 靖逃专案 结合警察局金发局和监理单位 联合执法 针对全市车辆噪音澄清热点进行盘查 统计到今年1月 联合机场拦检2809件 噪音超标告发1535件 告发率54.6% 财罚351万多元 不过市议员吕林小凤表示 成效待以加强 灾问题非常严重 你说你们拦截了3608辆 告发了2049辆 可是问题是 我们巴德的建德路 丰德路50米大道 常常是半夜听听 听到那些车子这样子呼销而过 是跟议员报告 其实刚才很多的议员在追寻这一块 我刚才有回答就是说 除了我们的声音照相是科技执法之外 这只是一个末端的一个管制 其实我们要管制从源头 我们源头 当然我们跟进发局这边来合作 就是说 我们希望年轻人或者是飙车组 他去改装我们都支持 但是你要改装成合法的 环保局表示将提升现有12组声音照相设备 影像传输机动布设点位 今年1月也再添购15组声音照相设备 另外有13组AI改装排气管侦测设备 目前已开罚197台车辆 好久不见 我最近国小同学甜蜜蜜 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投资一直赚 别说我不够朋友 好东西没跟你分享哦 学我啊 登入交易就对了 你有没有看过跟我一起做的那些同学 台币赚美金 美金换黄金 黄金买到钻石浪金金 加我群组免费教你赚钱密码 让你啊 别让金融诈骗有机可乘 防范金融诈骗切记五步 不接不点不听不怕不给 别让你的投资变成诈骗者的投机 连续一周雷雨封面来袭 新竹累计雨量106毫米 让新竹县宝山和宝厄水库大进步 增加了7%的水量 蓄水率分别是30.7%和37.4% 总水量来到了1330万吨 回升到了36.5% 稍稍缓解了缺水问题 年日大雨过后 阳光终于露脸 宝山水库水面逐渐上升 为原本已经跌破30% 蓄水量增加7%大进步 这一波的降雨从4月22号 到今天4月29号为止 新竹地区其实降雨量蛮丰沛的 以我们头千锡来讲 我们的农恩医院 前几天还有疫流的状况 目前应该也是属于 比较丰沛的一个满载的取水的状况 累计这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那我们的降雨量是106.2毫米 雷玉包封面加上华南陨系银像 一路从中国扑向台湾 从4月22号开始连下7天 新竹降雨106毫米 尾县内凉水库增加252万吨水 蓄水率成长7% 保山水库蓄水量来到153万吨 蓄水率30.7% 保额水库则来到1177万吨 蓄水率37.4% 总蓄水量达到1330万吨 蓄水率回升到36.5% 我们这两个水库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为止 蓄水量的话来到1330万吨 也就是蓄水率的部分是36.5% 相较我们在这一波降雨之前 4月22号早上7点 我们的蓄水率29.5%来讲的话 我们这两个水库的合并的蓄水率 有增加到差不多7% 后续包括5月1号开始 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一个降雨 然后来对新竹地区的部分 会有相关的注意 降雨从其水区持续流入水库 目前入流量高于出水量 水库水位持续上升 5月1号将迎来首波霉雨 肥水分数将加强营水 让水库持续进涨稳定供水 自己的社区自己顾 桃园市清沟总动员 经历号召千人一起清水沟淤泥 桃园市长张山正也亲自体验 沙包堆放 修剪草木等工作 并呼吁除了市府维护排水设施 社区居民也可以自主清沟 维护居家 环境卫生 桃园市长张山正拿着水沟勺 来回的清理水沟里的淤泥 113年度桃园市清沟总动员活动 市长体验沙包堆放 草木修剪 水沟清淤等工作 更耗装民众一起来清理沟渠 保持排水通畅 减少淹水风险 我们希望趁这个一两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赶快把这个家里面的环境 沟渠都清好 保障我们在汛期 在台风际的安全 大家一起努力 清沟我最棒 市政府水务局结合春日爱乡发展协会 中央大学 民团大学 及周边社区一起响应防范未然 汛期之前我们可以先把 测沟里面的一些树叶 还有一些杂草或是玉米先清掉 那可以让就是在各个社区的地方 就比较不会淹水这样 那也很高兴就是学校 让我们大家那么多大学生 可以来就是服务在地这样子 自己的社区自己雇在美雨季 及台风季即将来临 市府在九处一淹水地区 提前设置十二台抽水机 针对地下道及道路测沟也写请环管处 及养工处在封面来临前进行巡查 除了加强工程排水设施的维护 知识从小杂根 当地震发生时地面晃到不行 小朋友紧紧抓住桌子 在家长的保护下还是相当惊恐 还有日本妈妈也带着孩子来体验 刚刚这样摇会不会怕 不会 不会怕 这么勇敢 对 然后那个家长请问一下 刚刚那个大概是震度舞的感觉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摇晃程度 对很恐怖 一开始是就左右摇 那时候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也有体验过 日本东北部的三一异地战 然后最近的4月3号的 对 那时候的事整个都 怎么说转转转的感觉 然后刚刚后来咬 前后还有从下面咬的 我觉得从下面咬的那个感觉最恐怖 我觉得刚好最近地震比较频繁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 我觉得也很好 然后也让小朋友跟家长也学着 怎么去保护自己 模拟地震来临时 会前后上下的晃动 这辆三轴立体空间地震模拟车 实际模拟地震发生时的情况 而这也是消防局 特别购入的地震体验车 当震度来到四时 物品就有可能掉落 震度无以上的时候 不够稳固的建筑物就有倒塌可能 地震车它后面有一个影音播放区 现在小朋友在看的 就是让小朋友 一般民众了解说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应变 再来我最后方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我们主要的地震体验区 地震体验区它有分各种模式 我们的震度有一级到七级 台湾地震多 防灾知识从小扎根 中和联城公托中心 和南市消防分队合作 开来地震体验车 让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体验 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社区亲子的活动 请地震车 然后南市消防分队的邱教官 也非常的帮忙 然后中和国小的校长 跟主任幼儿园的主任们 也都非常的帮忙 愿意提供这样子的场地 让他们出动地震车 让我们的亲子馆的家长 跟我们脱婴中心的宝贝们 都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体验 让他们对于地震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以及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 防灾知识不可少 亲子一起体验 来场机会教育 以后再碰到地震 就能够懂得保护自己 台中安全帽大道 又出现了 这一次锁定热闹的一中商圈 因此御才排出所远警 加强监控与巡逻 共逮捕了三名妾嫌 其中46岁的陈姓男子 仅用白色塑胶带 就快速行妾 警方到嫌犯住所发现 偷窃安全帽堆积成山 相当惊人 平常下车时你会在安全帽放在哪呢 如果没有置物空间 相信是挂在车上 或是放在坐垫上 此刻就很有可能成为小偷的目标 上道内停满转排机车 黑衣男子 收持白色塑胶带 锁定目标 下手一顶全招式安全帽 结果帽子太大 袋子还装不下去 来来回回 硬塞好几次 动作自然 连路过的民众也不宜有他 轻松入手一顶安全帽 这堆叠成山的安全帽 全都是账物 这次安全帽大盗 锁定热闹的一种商圈 在远景多日加强监控与巡逻下 逮捕了三名窃先 但部分物品已遭变卖 实际偷窃的帽子数量 无法估计 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多加留意 才能避免钱财受损 这些安全帽我们有做一个公告 然后请民众来做一个指认 那如果他们有来指认到 是他们的 那我们会发缓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都没有民众来指认的话 那我们会跟着这个案子 送到地检署的账物库 那去做一个入库的动作 来到一种商圈 因为这边车多人多 然后来到这边安全帽 一定要做一个上锁的动作 放在置物箱里面上锁 或者把它的扣环扣在摩车上面 然后我们警方也会根据商圈 来做一个巡逻的动作 然后会提醒民众 养成好习惯 在安全帽放入植物箱中 才能避免成为肖肖锁定对象 等了十多年 台中海生馆即将在明年启用营运 但是议事堂上市议员洋点中就指出 海生馆通往一旁无期渔港中间 被护栏阻断无法互通 就怕形成观光断点 另外渔业休闲公园黄飞多年 穆乔烈梁亭坏要求是否重视 命运多节台中海洋生态馆 次资8点2亿从规划到新建超过10年 明年即将营运 但议事堂上市议员洋点中直指 海生馆通往无期渔港两边不能互通 观光出现断点 未来就怕造成旅客不便 两边不能互通 两边不能互通 黄色的这个就是纽泽溪复栏 到时候我们海生馆开通的时候 这个纽泽溪复栏 就把它区隔无期渔港跟海生馆的这个 这个一个墙壁 所以到海生馆就没有办法到 这一个无期渔港 到无期渔港就没有办法到这个海生馆 像这种问题到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去解决 不止道路不通 就连位在无期渔港和海生馆中间的 渔业休闲公园都黄匪多年 议员拿出照片 凉亭破损 木桥断裂 对比市区多处的美乐地 议员怒批海线观光被忽视 这个渔业休闲的公园 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怪不得没有人要到那边走动 一远远看过去 好像是整座服务一样 你们是市政府 你们可以去找这个渔业组 中央单位 我知道你让我讲完 我的意思就是市场全国 所以我们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做 一定要他们同意 然后我们看看去怎么样协调 促进海线观光 但外埔花博园区的小熊艺术村 去年底业者片面中指与市府合约 大门深锁早就搬离 但网络上却还显示营运时间 就怕不知情的民众开心出游 却扑了空 在Google上查询小熊博物馆 还在营业中 结果去了呢 现场才知道人气楼空 我昨天晚上12点 我再查 结果资料还是这个样子 泰底公司它恶意违反合约 我们事实上依照合约的内容 我们甚至也跟它协商 就是说不然的话 那个变更使用执照的部分不要办了 但是你把那个行为全部删除掉 也就是说你里面设置的东西 全部要搬走 可是给它一个实现 它还是不做 进入园区的道路早已封闭 海线观光景点坏的坏空的空 市议员督促市府要多用点心 才能带动人潮与前潮 好久不见 我最近关校同学的甜蜜蜜 最近好吗 我最近投资一直赚 别说我不够朋友 好东西没跟你分享哦 学我啊 登入交易就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跟我一起做的那些同学 台币赚美金 美金换黄金 黄金买到钻石亮金金 加我群主免费教你赚钱密码 让你啊 别让金融诈骗有机可乘 防范金融诈骗切记五步 不接不点不听不怕不给 别让你的投资变成诈骗者的投机 族产如果没有登记继承 在公告期三个月期限过后 将被依法由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 根据了解最近一次公告总计 土地包含建物共计有近800笔 总价值超过37亿元 新北市板桥地震事务所表示 可先申办共同共有登记 日后再新变更 俗话说有土私有财 都会区不少建案在经过重化 或者都市变更之后 价值翻了好几倍 这些过去祖辈先人辛苦积攒下来的不动产 往往因为后人分产继承等等因素谈不拢 而搁置好几年 甚至有些公告期过后 仍旧没人登记继承 只能沦为政府标售的对象 今年度的于期未办计程登记 已经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办理公告 那我们会公告三个月 并且公告到7月1号 那目前板桥所的标的近500多笔动 然后这些标的总共价值大概有37亿 那这边特别提醒民众呢 如果你的不动产经过未办计程的列册管理 经过15年还是没有申办 他会移送到国有财产署参与标售 那这个部分的提醒大家 务必要办理计程登记 板桥地震事务所登记客客长林新楼说 多数原因是计程人之间有计程权的疑议 有些甚至正在进行法院诉讼 但是依照土地法第73条之一的规定 如果不动产经过直辖市 县市地震机关列册管理15年期满之后 计程人仍未办理计程登记 将会以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 这边特别提醒 如果有经过公告的标的 如果你是因为遗产税分缴 或是有涉及计程的诉讼的话 都请你们尽数向地震事务所 申请缓标 那我们就不会再继续后续的程序 那特别提醒呢 民众常常遗漏忘记 尚未办理计程登记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常常会有民众 他们还没有决定 要怎么分配他们的财产 那这边建议民众 以公同共有的计程 它是法律事实来申办计程登记 办完之后呢 才由你们自行决定 最后分配方式 另行办理登记 建议先完成登记 日后要再进行变更都可以调整 避免在本次公告期限过后 遭到标授 依照民法规定 子女对于父母的抚养 以及财产继承 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都享有相同继承权 因此 不能由全体继承人会同办理时 可以先由其中一人或者数人 代为申办为 共同共有登记 5月要缴综合所得税 年龄下修到年满18岁就要申报 今年每人基本生活费调高 包含一人小资族 年薪未达42.3万 以及四人家庭年薪127万以下的 都有免缴税的小确幸 国税局鼓励网络申报 投奖最高20万 5月报税季 今年综合所得税 报税门槛下修到18岁 因应物价上涨 财政部宣布基本生活费调高 五种对象免缴税 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税制方面 那税制的话 在基本生活费的部分 因为我们整个有感受 那个通膨的压力 所以在财政部里面 有将每人的基本生活费 也由19.6万元 来提高到20.2万元 相信民众对于我们的 减税利益是有感的 新竹县人口成长快 去年综锁税 全县申报17万7600多件 今年预估有18万件需申报 成长率3.81% 包含年薪42.3万以下的小资族 84.6万以下双薪 以及有小孩的双薪家庭 以5岁以下幼儿数 与70岁以上生障条件 都能有免缴税小确幸 而年满18岁者 如有就学身心障碍 或无谋生能力 可由纳税义务人猎报抚养 年薪42.3万以下的不用缴税 那民法我们修正18岁为成年 所以在112年1月1号以后 就是在94年以后出生的孩子 他基本上是不用申报的 那在之前93年以前 或在校就学 或者身心障碍 无谋生能力的 这些小朋友里面 基本上原则上有所得 就要独立申报 寄出总奖金456万 鼓励医化缴纳 有机会抽头奖20万 手机可快速查缴税额估算 一直就能搞定 纳税期到5月31号 依法申报才能想退税资格 女力抬头 现代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被重视 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 就特别邀请准复总统小美琴 针对自带光芒的跨世代女力 为主题进行演讲 希望以萧美琴自身的经验和成就 分享如何展现女力 让自己发光 准复总统萧美琴 穿着一袭利落西装 出席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的论坛现场 以自身经验 分享对跨世代女力的看法 年轻的时候回台湾 有一次来参加一个游行 那时候是一个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游行 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就看到 我觉得我长得不太像台湾人 就来问 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 我没想到说隔天的报纸就出了一个小 很小篇的一个小报导 一个小花絮 就说有个洋妞来参加游戏 我其实看了有点生气 我就觉得我还写了一封信去跟这个报社抗议 我说我既不洋也不是妞 我说我不是洋 因为我是台湾人 那我也不是妞 这个妞就隐含了很多对这个性别的偏见 从大学时期就热衷性别跟社会正义等议题 小美琴还提到了他一路担任民进党党部工作 参选花莲县立委到驻美代表 以及当选台湾副总统的过程中 所碰到人们对于性贫的框架和偏见 很多人喜欢评论我的衣服跟头发 我一个发型就有十个人二十个意见 可是我一直说如果今天是一个男性 你们会不会这么多意见 我说拜托不要再讲我的头发了 还讲我的专业这样 主办单位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 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的妇女组织 在全球一百二十个国家 有两千五百万名妇女 借由女性的领导来促进社会公益 和平健康跟人性尊严 这一次邀请萧美琴 就是希望看到女力的力量 在各个角落发光 多年了其实我们都一直招募年轻的女性 然后一起去参加国际会议 像近年来我们曾经去南非 去泰国去韩国参加十几的会议 那我们也邀请年轻的女性 在这些会议中的工作坊 他们用英文来做一些简报 藉着这样子许多的参与 可以帮助他们来扩展国际的视野 我觉得萧代表就是一个范例 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背景 跟他的信仰 他的爸爸也是个牧师 他是一个我们可以 是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一个愿意把他自己的恩赐才干 愿意把他的生命来奉献给我们的国家 来成为我们下一届的副总统 论坛中还邀请三个世代的女性 与萧美琴进行对谈 希望用他成功的经验与成就 激励年轻人和未来的女性领导人 如何绽放光芒 并且用光芒温暖自己 照耀他人 暑假即将到来 不少学生准备找寻公读 还有实习的机会 今年苗栗县政府规划了 公司部门携手总共提供了140个职缺 公部门新增加5个乡镇公所提供职缺 四部门则包含26家企业 让求职学生有更多元的选择 迎接漫长暑假 苗栗县政府公读实习求职列车启动 今年县府和企业公司部门合作 共提供140个工作机会 我想年轻人将来总是要就业 那他现在如果还在读书的期间 先来职场试看看 我想也是人生一种不一样的历练 因为总是有做好准备 然后到职场来 我想一定会把将来在职场的 适应能力会更强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县内 这些优秀的青年子弟 利用暑假期间来打工 不但可以学习很多工作的经验 再来也可以赚一点的用金 这个补贴将来继续读书的费用 也不无小补 县府过去每年暑假 都会开放工股实习 今年首度和企业合作 工部门80个职缺 包含县府 还有院里泰安卓兰等 五个乡镇公所开缺 私人企业共60个工作机会 包含船产科技业等 学生可以依照兴趣前往探索 我们今年是所有的职缺 都做了一个编号 那如果你对那一个 假设你要到文官局 你就投文官局 所以这个部分会变得更清楚 那我相信会 我们工作的机会 会更能满足我们同学的一个需求 这个计划来实施之后 希望可以引导更多的青年 除了我们现在参业服务业之外 可以更多的青年学子朋友 可以投入制造业的工作 我们也期许这样子的记者会 带给我们青年朋友更多的选择 而今年可企业联手县长 钟公敬也提出 明年加入农业项目 那我刚刚也承诺 因为我明年可能也会号召 我们18乡镇市农业会 希望他们也加入这个行列 让年轻人也喜欢上农业 其实不管是企业主也好 是公布美也好 是农业会也好 我们当然希望苗栗县的青年学子 将来尽量毕业以后 有机会留在苗栗就业 所以这第一份实际的工作 我觉得非常重要 幸福企业 吸手创造更多机会 各式工作内容提供多元的学习 让学生在短短两个月内 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劳动节到来 T聚焦单元一连五天 要带您来看各行各业的解除老公 张秀夏三年前罹患乳癌 完成化疗之后 又面临丈夫中风的挑战 但她坚强乐观 努力工作经营唐包店 希望透过自身的故事 带来正向的力量 热腾腾的蒸汽直冲云霄 在老板娘张秀夏的巧手下 美味唐包出炉 熟客温香而来 口味很好 蛮老实的 你一个礼拜会来消费几次 两次或三次这样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老板娘说的 加油 老板娘加油 有没有觉得她很坚强 有 很坚强 看起来开朗的张秀夏 2021年发现罹患乳癌 一个月历经三次手术 隔年好不容易结束化疗 老公突然中风一溪倒下 当时真的觉得天要塌了 天要塌下来的 真的很难过很辛苦 然后每天每天醒来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睡着 怎么醒来的 然后醒来 我就是赶快到医院 去加护病房 赶快去看我先生 没有办法说 我一直沉浸在那个悲痛 没有办法 你一直在悲痛里面 你每天你要面对的事情 那么多 根本会难过 只有晚上 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怎么那么可怜 先生中风后 历经三次脑部手术 张秀夏很长一段时间 都以医院为家 糖包店被迫休业 索性先生复健后 状况越来越好 这段期间 除了家人给他许多后援 客人也给他许多安慰 因为我认识很久了 是好朋友 所以听到这个 其实我们心里面也蛮不舍的 也是蛮希望他们就说也蛮坚强 坚强一点 也看他们可以从这一种辛苦的地方起来 我们也蛮欢心的 张秀夏说他生命中有很多贵人 加上本身个性坚强乐观 让他度过人生中的暴风雨 我一直希望我都是很乐观的 然后我不希望因为我自己发生的这些事 然后你们给人家的感觉是 我同情我或者是可怜我 这个都不需要 真的 因为我就是很认真的 每一天在过我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从以前到现在 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挫折 反正就是过去了 过去了 我明天就是新的一天开始 就是这样子 每天认真过生活 定期追踪病况 展现劳工的生命任性 张秀夏说 癌症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绝望 希望透过自身故事 带给大家正面的力量 其实在收到献丰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法官 那个当下其实我有一点害怕 我真的能胜任吗 我真的能胜任吗 法官都很细心的告诉我们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现场的人他是专业的 你怕什么 新竹线竹北市有免费的市民公车 每天穿梭大街小巷 但是现行站点大多于公路客运 快捷公车共战停靠 就怕过站民众没搭上车 现在在前挡风波里 增加了搭车请招手的告示牌 车身也融入了城市美学设计 检阅清新 白底灰色字样 清新设计融入城市美学 竹北免费市民公车换新装 民众可举手随招随搭 免费公车换新装 其实是我们来自于一个构想 就是这个棉巴 它其实也是我们公所的一个 移动式的门面 所以特别跟我们公所的团队 来讨论说要用什么方式 那我们一样是用清新 简约的利落的方式 来做一个装点 也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 觉得这次用检把的设计 那又把我们的色彩 做很柔和的一个搭配 大家也觉得蛮清爽的 现行公车站点 包含免费市民公车 公路客运 台湾好行 百货接驳车 或者快捷公车 大多是共战停靠 避免过站没搭上车 市民公车前挡风玻璃 左下角 加设搭车请招手的告示牌 未来还会出现不同车身 向移动式布告栏 最新资讯和节庆活动 都能掌握 是共战的 就是还有新竹客运 还有快捷等等 有时候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过站没有停 因为可能站的这个位置 不是在我们的站牌 但是要搭乘我们的免费公车 所以我们特别也在我们的车体 标示了搭车请招手的一个招牌 免费公车是城市移动式门面 也是环保市政橱窗 简约设计不仅美观 也带给民众新感受新气象 让城市永续搭车更舒适便利 陶游市龙潭归乡文化节 市长辈龙舟赛活动 6月8号到10号短午节假期登场 市长张善政出席活动记者会 参加祭拜祈福 并为龙舟点睛 祈求赛事顺利 龙潭归乡文化节记者会 在龙潭大池南天宫前广场举行 上张善政出席记者会 与现场贵宾一起推动小龙道具 宣布活动起跑 随后上张善政主持 祭拜祈福仪式 期盼今年的龙潮文化节 与龙舟系列赛事能够顺利 祈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面 各个参赛队伍开始在 我们龙潭大池里面演练 然后最后表演都有最好的成绩 也期待我们今年的 这个龙潮文化节里面的 所有活动都能够一切顺遂 龙潭举办龙舟赛已经超过100年 每年活动之前会选定 良辰及时为龙舟进行开光点睛仪式 透过仪式传达客家人 敬天现神的谦卑精神 祈求赛事顺利 各参赛队伍使得好成绩 今年只有一次 那因此呢 有非常多的民间的团体 学校啊 机关等等 都会报名来参加 我们预计 今年点睛下水之后很快 就会由他们来这个下水来做练习 龙潭不管是龙舟也好 或者是五谷爷文化祭的活动也好 其实整个龙潭老城区啊 这个所有的信仰活动运动的这个龙舟活动啊 在今年度都会扩大办理 龙潭皮糖龙舟赛 堪称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皮糖龙舟赛 最大特色是参加选手需采用贵姿划船 体现出坚毅不拔 勇敢进取的客家精神 我们会在五月十五开始开放21天的练习 然后整个活动 系列活动是在六月八九十来做一个进行 我们整个会有花火之夜中夏市集 我们有百元包种的活动 我们有水上高装式的活动 在八九十三天 欢迎各位乡亲来到龙潭游玩 一起来跟我们华龙舟 今年龙舟赛总奖金一百八十三万元 规划在六月八号到六月十号 端午节三天廉价举办 三赛报名到五月十五号截止 除了龙舟赛也安排中夏市集 纵襄传情庆端舞百元包奏 水上高中师争霸赛 哈嘎纵夏音乐饗宴和花火之夜等活动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高雄爱河端午龙舟赛 即日起开始报名 今年不仅恢复夜间赛事 并祭出总奖金一百二十万元 其中传统龙舟组最高奖金三十万元 运发局长侯尊瑶 期待全国各界组队报名外 也呼吁高雄选手留在家乡比赛 把冠军奖杯留在高雄 爱河端午龙舟赛 即日起启动报名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先来一场龙舟版的拔河比赛 高师大对上加勒福 两支队伍实力不相上下 经过激烈竞争 高师大队伍略胜一筹 以展现今年爱河龙舟赛 多元的竞赛项目 跟往年不同 今年高雄爱河端午龙舟赛 不仅恢复夜间赛事 就连总奖金也一口气加盟到一百二十万元 其中传统龙舟组最高奖金提高到三十万元 就是希望发挥主场优势 留住实力强劲的队伍 把冠军奖杯留在高雄 我们要捍卫我们高雄的主场 所以不只发出我们的英雄帖 希望更多的队伍都能够留下来 因为我们今年的总奖金 比去年还高 我们今年达到一百二十万 我们的第一名跟新北 其实是一样高 三十万 我希望大家留下来捍卫主场一起上 然后我们能够把我们龙舟的成绩 再度推高 宣传会上运发局长侯尊瑶不断高喊一起上 也呼吁全台组队到高雄过节拿奖金 立法委员许志杰也期待高雄在地的立委 能够组队到爱河华龙舟跟对手PK 立委看要做一团 立委的合务处 如果做一团 人家AIT说要跟我们拼 现在市府一座 委员一座 AIT一座 立委我看我们来考虑一下 我们来做一座 今年比赛项目有竞技龙舟 传统龙舟 龙舟拔河 而且高雄龙舟最特别的是 我们分了很多组 包括比如说有这个不同年级的 那还有这个有一些是身脏的 那有一些是外配的 那所以那个组别非常的多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公开混合 这个有最高的奖金以外 我们各组也都有设立奖金 所以是大家参与而且大家获奖得奖的机会也都非常的高 去年市府首长队跟议会队事迹对决 受到外界格外瞩目 最后议会队是以半个船身败下阵来 而今年议会强调绝不缺席 也使得今年爱河龙舟赛未以掩先轰动 客家事务委员会于米其林新级主厨携手 利用内山吉匠及内谱酿酱等客装食材 加入意大利面以及披萨等等 推出了七道料理 期待借由一夜结盟 不但是要让民众体验到客装食材的多样性 也为客装传统产业创造新的饮食心态 无论是先烟熏再炙烧的白旗鱼 还是鸡肉意大利面都加入了内山菊酱 让原本料理的风味再提升 米其林绿心主厨简天才 除了将内山菊酱入菜 还使用内谱酿酱 搭配24小时慢炖的牛小排 要让消费者体验到客装食材的多样性 客装的食材其实是非常棒的 尤其是豆食还有那个吉酱 那因为在欧洲这些 以水果入菜的料理其实是蛮多的 那我们的吉酱又做得那么好 其实它只要跟我们的在地的一些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就可以凸显吉酱 还有这食材的一个美味 我们有一道料理是那种意大利的 意大利式的一个烟鱼 一般他们会用醋 可能用意大利的巴山米可醋 跟橄榄油去做 但我们的吉酱它其实它就具备有那种酸酸甜甜 然后很纯的一个味道 那我们只要调橄榄油 然后跟这些鱼做腌制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美味的一道料理 客家事务委员会与新级主厨携手 将客装传统的食材 橘酱和酿酱融入异国料理 不仅有意大利面 披萨等等咸食 还可以制作成吐司 布雪等甜点 不仅是要推广客装食材的多种可能性 也希望将客装特色产业 推展到国际市场 客家委员会在推动相关客装的食材运用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客装里头 比较长久酝酿出来的味道 能够用创新的方式 能够结合现在当代饮食的这个习惯 让我们客装的味道 能够进入到日常人的生活里头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来 不断努力尝试的目标 既有主厨 还有中央客委会支持 以及这么多对好料理这么着重的相关的贵宾 可以让我们的继续研发客家的食物 然后让客家菜沉浸在每一家餐厅里面 然后让客家的味道蔓延浸润 让世界都看见客家 不但动手制作披萨 也品尝新级主厨 利用客装食材所研发的春风客装宴系列餐点 客委会期待借由一夜结盟 将客装传统产业创造新的饮食形态 展现客装产业的高度应用性 进而推广客装优质品牌 一直以来 这么努力撑起这个家 一定很不容易吧 这个世界不存在完美的父母 因为爱 是无法被评量的 保护孩子不是争论谁对谁错 而是付出行动 同理为人父母的心酸 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挺父母陪孩子 扶起整个家 No more sorry 四日雪到来 新竹绕童花季 在峨梅乡十二辽启动 由客家八音迎兵开场 金曲客家歌手谢雨薇也来开场 还能够品尝小茶湿气的东方美人茶 首次推出同道流水面线 走古道环湖就能够尽赏童花之美 穿上红色花布衣 手拿锄头斗笠 用客家歌唱出农民辛劳 新竹绕童花季在峨梅十二辽启动开幕仪式 我们新竹约的童花剧 我们有四个亮点 就是在地的青年 在地创生 在地的接待 在地的体验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到我们 这个峨梅乡 这个童花的 开得非常茂盛的地方 来看一看欣赏一下 由童花落下 遍地铺满雪白花地毯 县长杨文科手碰童花开心合照 童花季开场率先由客家巴音迎宾 和金曲客家歌手谢雨薇温暖歌声 小舞者化身花仙子起舞 现场还有花树下茶席 平常小杀湿气的东方美人茶和DIY客家烟笋 也首推同道流水面线 游客玩得不亦乐乎 通发 还有十三古道和六寮古道 包括峨梅湖畔 都是我们所信赏 我们童花盛开的一个路线 五月雪变成四月雪 从南部一路往北绽放 不止十二寮峨梅湖 还能走古道体验在地生态教育 客家农食 赏花之余深入探索在地人文 迎接童花季到来 苗栗县南庄乡将在周末假日 举办南庄童乐会活动 规划白天赏童花步道 夜间赏银景点 搭配歌舞和食农体验 推出九宫阁 风味餐 尤其今年萤火虫爆量出现 欢迎民众带着妈妈一同来旅游 满山片野都是雪白油童花美景的南庄乡 将在五月四号五月五号两天 盛大推出南庄童乐会活动 透过在地导览告诉民众 南庄最佳赏童地点 国家沿我们外面旁边有一个步道 就是我们的河岸步道 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童花 那再来呢 目前比较好走的路 童花也很多 像我们小冬河 小冬河在我们整个小冬河的路上面 旁边就是有很多童花 你只要开车开一开 你就会发现 整片地板都是白色的 两天活动在南庄游客中心户外广场登场 左方老街欣赏童花 还可穿上和服体验 漫步在童花洒落的步道上拍下美景 晚上还有萤火虫可赏 今年爆大量出现 游客不要错过 你只要在我们南庄像东河跟蓬莱 只要是有比较阴暗 比较阴凉的地方 树多的地方 或是说比较潮湿的地方 其实都很多 南庄山公所更结合南江休闲农业区 在5月4号推出九宫阁风土晚宴 将南庄知名小吃和农产 全都浓缩在九道餐河里 最近在国际上一炮而红的南庄城 也与桂花酿做成茶饮 精彩呈现 有我们的幼尊 幼称太子尊 然后还有我们的断木香菇 我们现在把它打成肉丸 有点像蜂肉的做法 然后有我们这个石令的贵族笋 这中间就是我们打赫石的 这个所谓的黑木耳 那这黑木耳我们用一个凤梨的方式 来做一个酸甜的凉饭 在夏天是很爽口的 活动街上五一连假 同步迎接母亲节到来 南庄相公所建议游客 在南庄多停留几天 住进当地特色民宿 白天赏花 夜晚赏银 感受丰富特装及原住民文化 5月4号 5月5号 南庄相友办理2024南庄同乐会 欢迎各位游客 各位好朋友们 带着妈妈一起到南庄来玩哦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连播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凤乱 祝您一切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